在巴黎的中国文化中心一个特殊的展览正在举行 这些画作均出自于一位上世纪20年代留学法国的中国艺术家 李峰白先生的200余幅素描、水彩及油画作品 被传奇性的再次为世人所发现 而在2005年偶然发现这批作品的也是一位旅法的中国画家 还有一些是有关亚洲方面的一些博物馆 他们有信要收藏这批画 我不想让这批作品它的归宿应该回归我们自己的中国 旅法艺术家江藩先生发现了这批作品以后 我们真的觉得很惊喜 江藩先生向我们推荐这批作品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很值得来做这么一个展览 研究上世纪留法中国画家艺术历程的学者 表示这批画作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它的这种西洋是有这种粗细 这个有接触感 跟西方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的这些作品 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后 年旧就是三十年代流氓艺术家 那一代画家这种艺术的风采是很有意义的 凤凰运输落号 巴黎报道